有20年歷史的Kennedy Benz车身维修中心 是加拿大Benz总公司指定的Benz车身维修中心 我们也是各大保险公司的特约车身维修中心 所有用的维修仪器和零件 都是德国Benz总厂指定和供应 再加上原厂技师的征扎技术 一定可以令你的Benz可惊重运 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延长90天到今年的9月底 拉斯木森在声明中说 这一决定是为了向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传送一个明确的信息 那就是北约决定继续实施保护利比亚人民的行动 北约上一轮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开始于3月19号 这轮行动授权为期90天将于本月27号到期 与此同时外交解决利比亚乱局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利比亚政府发言人表示卡扎菲不会离开利比亚 但是卡扎菲离开利比亚却是反政府武装谈判的先决条件 对此联合国副秘书长评价说利比亚冲突双方在谈判立场上的分歧几乎难以弥合 俄罗斯已经做好了与利比亚各方举行会谈的准备 他说只要有政治前景的力量都可以同俄方来举行会谈 双方都希望通过俄罗斯南非以及非盟的调解 使利比亚尽快回归到和平稳定的发展状态中去 众议院可能在2号对不信任案举行表决 兼职人所属的民主党在众议院占据了多数的席位 所以原本分析人认为不信任案通过的可能性较小 但是日本前首相同属于自民党的纠山游几夫 当天表态表示不信任案 表示要支持不信任案 那么再加上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泽伊朗 自民党内分歧严重增加了不信任案通过的几率 不信任案一旦获得了通过 兼职人要么就被迫辞职 要么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 而截止目前 德国各地确诊或者是疑似病例总数已经超过了1400例 5月31号 捷克确诊了首例肠出血性大肠肝菌的感染病例 病人是一位美国女公民 她曾经在德国的北部逗留 并且说她食用过蔬菜沙拉 同时瑞典发现了39例 英国 丹麦 法国 荷兰也报告了少量的感染病例 此外31号 美国也刚刚发现了两例感染病例 这两名患者刚从德国旅行回来 目前正在接受重症观察 这也说明 疫情已经蔓延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 史托克斯说 由此推断 西班牙进口黄瓜上 虽然携带长出血性大肠肝菌 但它并不是引起德国本次疫情的致病源 史托克斯还说 介于污染源仍然被查明 建议民众避免生吃黄瓜和西红柿等 史托克斯还说 将继续就西班牙方面提出的疑问进行调查 普京表示 俄中两国务实合作具有全方位发展的特点 两国已经在能源领域开展多项合作 并为此制定了下一步合作的中长期计划 王岐山指出 中俄同为世界重要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双方能源合作是全面长期和战略性合作 是中俄务实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 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罗斯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生产国 多年以来 俄罗斯在油气出口上一直以欧洲为主 但是与中国和亚太地区相比 欧洲市场相对狭小 所以俄罗斯近年来 一直在寻求向东看的能源发展战略 作为重要的能源消费国 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55% 能源安全对中国至关重要 通过管道从俄罗斯进口油气 比传统的海上进口渠道更为稳定和安全 因此中俄两国能源战略 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 今年1月1号 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 中俄原油管道项目正式运营 为两国能源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开局 近半年来 这条管道运行稳定 已经输送原油600多万吨 接下来两国还将开展大规模的天然气合作项目 5月31号 王岐山副总理与俄罗斯副总理谢钦签署了 中俄天然气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的议定书 据透露 双方正在进行东西两线天然气项目的谈判 西线每年供气300亿立方米 东线每年供气380亿立方米 都是为期30年的合作 中俄油气贸易合作也将带动上下油产业的发展 据报道 油两国合作的年产1300万吨的炼油项目 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天津开工建设 此外 双方已经在煤炭 核能 电力 新能源等各个领域开展合作 并为此制定了下一步合作的中长期计划 分析人士认为 以油气合作为起点 中俄未来的能源合作将不断的深化和多元化 从今天起暂停进口台湾方面通报的问题产品 比如运动饮料 果汁 茶饮料 果酱 果浆 淀粉类产品和食品添加剂 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也被纳入其中 除了统一甘蔗汁 统一巴勒汁和统一金橘柠檬汁以外 包括一身香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添加剂 名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越式运动饮料等多种产品 都被纳入到暂停进口的产品行列当中 台湾最大的起云剂供货商 玉生香料有限公司违法添加致癌的塑化剂 导致越式等多家知名运动饮料及果汁酵素饮品受到污染 玉生公司下游的加川行业公司31号又自曝117家下游厂商名单 其中台糖等台湾知名厂商赫然在列 1号 台糖在台湾的18处营业点和51处经销点贩卖的冰品 已经全部暂时下架 台湾卫生部门公布疑似使用塑化剂知名厂商产品名单 包括统一 越式等数十家厂商生产的运动饮料 果汁 茶饮 果酱 胶囊 粉剂等 塑化剂污染事件造成台湾民众极大恐慌情绪 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要求尽快修法 严惩不罚厂商 台湾卫生部门最快2号会将食品卫生管理法的修改草案 提交行政机构进行核定 修改草案把相关违法行为的罚款上限提高了30多倍 违法厂商最高可获罚1000万元新台币 蓝绿民意代表达成共识 支持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法 争取6月14号前三读通过 另外修正草案中新增了食品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位设置 为食品安全把关 台湾环保部门宣布将于下周召开毒化物咨询会 最快7月底将塑化剂由第4类毒性化学物质提升至第2类 届时使用塑化剂前必须先申请许可 比现行方式要严格许多 苏花剂风暴持续扩大 每天到苏花剂门诊咨询的人越来越多 其中有不少是父母担心自己的小孩吃了含有苏花剂的乙生菌 导致性早熟 纷纷带着孩子看门诊 一个是抑制男性荷尔蒙 一个是有类似女性荷尔蒙的作用 所以小男生可能会变成有女性化 但是小女生可能会有性早熟的倾向 台湾官方强调目前发现的塑化剂是可以排除体外 专家予以证实 这个塑化剂DHP的话 实际上它在十一二个钟头即时就排泄掉一半了 所以实际上在我们人身体里面大概第二天已经排泄掉百分之八九十 所以第三天几乎是完全不见的 但专家也表示长期食用或者是服用有塑化剂的食品或保健品 还是会有毒素存机体内 因此建议多吃蔬果喝白水 那为了减少塑化剂的危害和影响 台湾将5月31号定为黑心起云剂的终止日 五大类食品若不能提出安全证明将禁止贩售 于是台湾的超市一夜间就出现了货架全被证明书覆盖的情形 但是很快商家和消费者对这种形式提出质疑 于是又有了新的举措 有了新的举措 的成是有了新的举措 但是对比较有了算是被证明了 你输重而曾经的三年 在美国油画史上有了 那么多新的举措 数时可以连续变成五年 实际上或是有了 你不知道 举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